谢谢程审的法官经过两年多的辛苦 最终判决周洪旭 王炳中 黎明正 侯汉廷 王进步等人无罪 这是司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王炳中 侯汉廷 黎明正及王炳中父亲王进步私人 此前遭民进党当局指控 与大陆学生周洪旭一同在台湾发展所谓情报组织 涉嫌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法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近三年 28号判处五人均无罪 可上诉 对于今天的判决结果 唯有意外 也有不意外 不意外的地方是 我们从头到尾就说 主张统一 追求理念 何罪 只有 法官能够抵抗得了压力 那么一切根据法理 根据证据 根据公义 判处我们所有被告无罪 我在这里还是有小小的不意外的原因 2017年12月19号凌晨 王炳中等人在住处 遭台当局检调机关搜索并强制传讯 此事在岛内引发各界震动 也引发民众对绿色恐怖的忧虑 案件审理期间 王炳中等人遭台湾检方限制出境出海 且限制期不断延长 在答辩交锋的过程中 侯汉廷 王炳中等人的律师质疑 相关证据遭台所谓调查局动手脚 王炳中等人更怒指民进党打压 异议人士 痛批检方将证据拼凑写故事 只为将他们定罪 在被判无罪之后 黎明正受访时一度哽咽 王炳中指出 检方的指控完全没有逻辑 此案拉上 周洪旭就是为了要把原本正当立案交流 扣上所谓共谍案的帽子 而大陆学生周洪旭28号接受访问时表示 自己已经看到判决术的内容 很感谢法官能依据事实 凭良心讲话 钦佩法官的道德勇气 不过自己当前仍然被限制离开台湾 每天早上都要去派出所报道 对于自己何时能回大陆 周洪旭则仍持悲观态度 如果检方不断提起上诉 采取拖延战术 也许除非立案统一 我才能回大陆 他呼吁台检方 重拾从事法律的初心 勿为特定政治势力的利益 出卖良心 早在大陆学生周洪旭 被民进党当局 指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法时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就曾表示 在台独势力大肆渲染 大陆在台情报渗透严重之际 发生此事 背后动机令人怀疑 先是干扰立案正常的校级交流 现在又在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身上做文章 只会进一步伤害 立案教育交流和同胞感情 恶化立案关系 而对于此次审判结果 林明正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希望看到立案民众交流 就扣上所谓安全的大帽子 限制民众的自由 新党的这些组织 没有在发展什么秘密组织 同时所谓接触的这些所谓军人 都是我跟侯汉廷的朋友 那本来就认识了 那也没有说要邀请他们去发展什么秘密组织 而这些答案其实北检早就知道了 这些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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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